白色巧克車紅燈右轉 遠景立即追上藍亭 帥哥 你有帶證件嗎 我帶證件 證件什麼 這車子探門是可以開關的嗎 你帶探員門說 轟轟轟的 會很吵 我要檢查一下 不好意思 遠景要求改善車子噪音以外 還發現駕駛無咒 那你有帶行葬嗎 這不是我的車子 我有帶行葬 你燒的 這麼燒的 什麼駐銷 這麼燒 你有駕鑼駐銷的 對啊 這就是 我剛才要去沖烤 這假的是不是 什麼假的 看起來很像假 不可能啦 更扯的 連車牌都是假的 被遠景陰眼揪出 男子還不斷狡辯 沒有標籤啊 我剛剛有問你啊 我給你機會 你老實講 他這個車嘛 他就已經 原車號是多少 酒駕嘛 我被交通還沒點回來 你去哪裡買 兩次都被抓了 你就老實一點 桃園48歲許姓男子 上網買了假車牌 裝了上路 去年12月第一次被抓 今年7月和8月 隔不到20天 連續被遠景開罰 一共被帶3次 每次都罰4萬 加起來12萬 總額甚至超過他開的這台 10年以上BMW 讓他直呼再也不敢用假車牌 另外警方在中壢也帶到 另一輛車掛假牌 29歲梁姓男子說 他向張姓老闆借車 稱自己不知情 但警方已經用AI巡防系統確認 就是假的 將通知車主到案 而用假車牌最高可罰10800元 假牌泛濫 警方用強大AI大力追捕 讓他們無所遁形 那這次黃啟動 陳映中 徐玉成桃園報導